今天要問一下憲哥說 明明說虧損 創了新高 但到頭來政府又要我們安心 但是聽說大家都默默的被扣款 對 是這樣嗎 站起來 憲哥 憲哥 憲哥是 來來來 請問老師好 好啦 其實剛才老師在說沒錯 我們人 大家都很愛錢 為錢死 為錢死 為錢招千里 為錢死 為錢夢 為錢哭哭中 問題你哭哭中 錢駕在這裡 不然你拿去 倒去看要怎樣 對 我跟你說 老闆一定倒的 老闆一定倒 現在目前來講 它最後的期限是2026年 剩四年而已 我們政府每一年只賣兩百億 你知道今年我們政府 多收的稅收多少 到九月多稅收四千五百億 四千五百億來賣了 四千多億耶 四千幾億 四千幾億如果賣了 就賣了 但是我認為賣了 怎麼說 准負貨切貸 中華民說 如果沒賭 都沒賭 所以你不要怕喔 你如果沒賭 我跟你說 你吃老就沒儀可了 老闆是年輕人賺多 他們今天本來做二年而已 你如果穿我 我在拚呢 我就在拚 你說我不用拚 我那天去一個公司 我剛才有一個我的粉絲 我嘉義來 我問說 老闆桑你今年幾歲 他說我四十一年住了 我看一個好 我從第二天突起我打拚你知道嗎 四十一年住了 我在拚 我不拚 要等到時 來 我們再看看 1 金放在交道的金額 那阿八桑在拚什麼 他在清潔 做邪槓 邪槓配床 做邪槓 現在有人說什麼 有人說 我放在那裡的老腿 錢 那不會 都不會讓你攪拚 本金 那是做冠的在說 對我們的網友 他自己都要去贏喔 因為我們知道 做生理都騙食材 做冠都騙處理 包括他媽的在騙 都不騙你 要騙什麼 對吧 來 真的贏出來 每一年三月你就需要自己去贏 因為你的勞退基金 勞退是你的貨頭 所以每一個人的貨頭都不一樣 我們剛才說的是勞保會贏 勞退不會贏 勞退是大家 來 結果贏出來四月 完全都不一樣 來 我們來看 看紅衣的 紅衣就是幫你扣錢的 我們勞退跟勞保加起來 這些基金 勞種的勞動基金 就是超股票 買股票 勞動基金了結就兩千塊八年 到2011年 2015年 2018年 這四年都了結 了結 當然是靠 理論上這是貨櫃的 但是你就有靠 你就說有靠 你就不要剛才有靠 就假如沒靠 就說要笑 你笑了 可能說紅衣不吃力對不對 你明明你都有靠就有靠 對不對 明明都靠 紅衣不就是幾年 對不對 你眼睛是吃麵 還是眼睛是鼓勞 你明明都有靠 這是我們一個網友 他潑上來的 我們很感謝這個網友 他真的真的有心 所以我今天他就業 來跟大家做分享 是本金 對啊 本金被扣掉 是啊 當然扣掉 但是他有一個保證 萬一 以後 如果不賺錢 他會用我們台灣銀行 兩年的 定準的理論 給你錢 這是一個保證 最低限 但是我如果賺5%就不用了 所以理論上 如果用比較久的 勇比較長的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就來看後一張 好 這些人 現在真的 我要說 我們現在民治已開 老八先生不是穿 以前的生活那麼好片 來 他在這106年 那年賺4萬幾塊 對不對 你看以前是56萬塊嘛 看4萬幾塊變60萬塊 來我們看這年 30 這年 廟1萬2千塊 整一年是64萬6 現在變63萬3 對不對 64萬6 廟1萬2千 你明明都有靠啊 不然這1萬2千塊是誰了 跪了 一定是人了 所以 明明有靠 所以 但是沒關係 我們現在是 有一個概念 因為我們過去擔心的是 死得太早 責任未了 我們現在 擔心的是 活得太久 錢又太少 你萬一 你65歲 退休 你像昨天 你活到125歲 你要60年 那60年 你要怎麼 要怎麼過幾次 對 就是第一要有錢嘛 有錢怎麼有尊嚴嘛 沒有錢 所以你一定要有錢 要有錢 只有兩條路而已 第二要有保險 保險沒關係 保險就是 老保 老保這方面 萬人 真的到 我是跟他說不得 萬人真的到 現在最近政府有一種 微型保險 微型保險 每個人都可以補到75萬 75萬 你如果補到萬人 如果有一天回去的時候 你孩子來幫你辦 好 很豐盛 那辦得有夠好看 75萬要辦到這個 所以這個可以補 微型保險 75萬 另外這個年金的概念 就是退休金 退休金現在最煩惱的是 自由業 你如果自由業你自己工費 工費你沒有固執嘛 就要你自己提嘛 你要自己提 自己提這就是一種 節儉的概念 你要省嘛 自己去提 你每個月可以提6% 可以提這樣的話 這也是一個方法 所以說一定要這樣 謝謝憲哥 謝謝 接下來我們這邊問一下賢人 就大家現在都人心惶惶的 就預計 2028年破產的勞保 所以有個隱憂可能會步上日本的後路 對啊 像剛才這個憲哥有講嘛 我自己也會擔心啊 像我這麼早退休 像我的這個勞退 剛才講說那個是不會倒 以後政府用2%的這個定存利率 最少用那個算給我們那個 但是我有問題 我那個錢 我這麼早退休 也沒有累積到多少 像我的勞保的話 我預計是 我大概65歲的時候 可以領到差不多快2萬塊 問題是 我也不知道我可不可以領得到 像我們家 現在呢 我們家那個 你才幾歲就這麼擔心領不到 對啊 我們家那個樓下 真的有一個老太太 她活到一百零幾歲 哎呦 賺到份 她的 領到滿耶 她的女兒照顧她 照顧她女兒也七十幾歲了 所以現在沒有 可是我看到這樣 我很擔心啊 因為現在領的人 這些老人家這麼多 可是剛剛玉峰也講嘛 繳錢的這個年輕人比較少 以前21個年輕人養一個老人 就是在繳這個保費 可是現在這四個人 就要養一個老人 所以我也會怕 所以像我自己的話 就會覺得說 我把這個老保 那個2萬2萬 我覺得我給案算說 我可能也領不到 我就是把他想說 以後如果有領到的話 我可能比如說 要住養老院啊 或老了躺在那裡 我就叫我兒子 給我安排到好一點的地方 用那個來補這樣子 我有一個朋友 他更厲害 因為他可能像那個安養院 常照都是準備好 他說他就把那個錢 當成是這個旅遊的基金 領得多的時候 就玩久一點豪華一點 領得少的時候 就去近一點 玩得比較節省一點 就不要靠那個老保的線 領多的時候玩歐洲 領少的時候就玩東南亞 對 就是不要想說要拿那筆錢 以後要來吃飯用的 因為可能要七老八十的 沒飯吃對不對 那個到時候 像我的那個日本老師也是 他們日本現在也是年金改革 老人比我們更多 他婆婆兩個都 婆婆跟媽媽都九十幾歲 那這種很多 那所以我的那個七十歲的 這個日本老師 我跟他說我五十歲就退休 他就說 你怎麼敢這麼早就退休 我們日本人都活到九十幾歲 一百歲 你怎麼敢這麼早退休 他們年金 你五十幾年 我要去公園跳舞 要跳五十年 對啊 每年老人操作五十年 他沒有在跳的啦 對啊 他舞步會很熟悉 舞步會很熟悉 就要跳到當老師 所以他自己教日 教外國人日文 他自己也教到 快七十歲才退休 另外一個五十幾歲 跟我差不多的 他就說 他也不知道 他可不可以領到這個錢 他在繳日本的國民年金 現在也在繳 可是他也想說 他們以後也可能 比如說 現在都要到七十歲 政府鼓勵他們到七十歲 再開始領 他想說以後 說不定改成七十五歲 領的錢也會變少 所以我們也會跟他們一樣 年輕人 你在迷惘嗎 聽我一句話 少奮鬥三十年 讓老師幫你指點迷津 從躺平足變成人生勝利主 跟著星象 趨吉必凶 讓我為你面對面算命 年輕的朋友 想讓命運好好玩的大師 幫你追密碼詳情請上 臉書官方粉絲團